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106年新增个案16408例 比105年增加6.73% 大肠癌为国人癌症发生率第一名 死亡率为国人十大癌症第三名 仅次于肺癌与肝癌 其发生年龄中位数约在60岁左右 因此在迈入超高龄化的台湾社会当中 许多医师建议应在50岁左右 便开始做大肠癌的筛检 而在这其中更是以内视镜检查结果最为精准 大肠镜在这个大肠子肠癌的 不管是在诊断治疗或是育黄方面的话 都占有很大的角色 在诊断方面 不管是肠子边发生什么的肿瘤 我们都是需要去做切片 去做一个进一步的病理诊断 才能够做进一步的手术治疗 在这个治疗方面 这几年的技术的进步 在有一些比较小的病灶 我们可以用大肠镜的方式去把它做切除 如果是大肠癌它是属于比较早期的癌症 可以用这种方式治疗 然后再最终观察就可以了 在日常预防方面 除了高纤蔬果饮食 减少动物性蛋白及脂肪摄取 适度维持体重 避免烟酒之外 医师建议最重要的因素 仍是需定期筛检体内环境及病灶的产生 在这个预防方面 我们一般国务院署的建议的话 是说如果说国人在50岁以上 可以做一个基本的大肠镜的检查 或者是再加上其他的分辨前血的筛检 但是因为分辨前血的筛检 它的准确率其实没有那么高 所以说当劲的话 在这个大肠癌的筛检里面非常非常的必要 如果发现有息肉的话 我们可以把它切除掉 嵌癌的发生通常是因为 腺瘤的长大之后才会慢慢变成一个腺癌 所以我们如果说大肠镜可以在早期 这个很小的息肉限流 就可以把它复理掉的话 那将来的话它就不会变成癌症 大肠镜检查是一种兼具诊断 及治疗的医疗技术 经由肛门放置一软性纤维内视镜 来观察整个大肠及直肠的组织变化 其检验过程通常为直肠 乙状结肠 酱结肠 脾曲 横结肠 肝曲 生结肠 止盲肠 我讲消化道的内视镜 就是所谓的胃镜大肠镜 这个是一个很辛苦的过程 很多民众都会打电话来询问 那我只能说这个检查 目前还是没有其他的影像 抽血这些检查来做取代 而且是我们诊断消化道疾病 很重要的一种检查 所以在我们高晓红种 比如说在我们高阶健检的 这个领域里面 我们就是帮贵宾安排这所谓的无痛内视镜 那简单地说无痛内视镜 就是让我们的贵宾在 舒眠的情况之下 来做这个比较轻入性的检查 我才不会那么辛苦 在接受大肠镜检测前 除了检测前五天需与医师咨询 是否停用凝血药物及保健食品 前三天需开始进行低渣饮食 你去想如果今天做这个 内视镜的时候 我们看到的病灶 大部分都是那种0.2 0.3 0.5的病灶就已经算很大了 我们甚至还有放大的内视镜 去看一些很早期的一些病灶 所以你今天 如果大肠没有清干净的话 你就看到里面很多的渣渣 简单地形容就像土石流一样 你怎么可能在很多的渣渣里面 看得到这些0.5的病灶 这些等等我们都觉得说 清场很重要是我们 内视镜能够成功以后 而且病人是不是能够 那么的安全地执行这个过程 一个很重要的 在健康检查中心灵力的现代 高雄荣民总医院 之健康管理中心主任 共提出品质 安全 设备及服务等 四项指标可供民众参考 除此之外 更也建议民众可选择 医社会认证之专业医疗机构 在品质与安全方面呢 首先注意的就是操作内视镜 是不是胃肠科或大肠脂肠外科的 专科医师 帮您上麻醉 是不是麻醉的专科医师 在术前有没有很好的一个 麻醉前的评估 使用药物的评估 以及教导如何做清肠的动作 因为肠子清不干净就看不清楚 再过来就是检查完以后呢 有没有很好的一个术后照顾 和并发症的预防 这都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有关设备跟服务方面呢 那首先就是内视镜的检查系统 那我们目前采用的是载拼 以及放大型的内视镜 它可以对于早期的癌症呢 可以做一个很有效的一个分辨 那另外大家很在意就是内视镜的清洁 我们有一个很严格的感控的流程 在于检查的场所跟设备 我们也希望并检分离 医测会对健康检查过程都有严格的把关 如果很担心内视镜或者健康检查的过程 也可以参考通过医测会 健康检查认证的机构来作为一个选择 在健康意识逐渐抬头的今日 疗好的生活品质与健康年龄 已逐步变成现代人所追求的生活形态 透过早期的定期筛检与追踪 不仅可以及早治疗 更是可以大幅提升癌症的医治成功率 透过癌症的预防 一同跨向健康幸福的美好人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